感恩,如台掌,我想问我女儿,1998年的老虎。 98年的老虎?问身体是吧? 问她有没有灵性? 灵性呢?两个? 她已经弄得稀里糊涂了,脑子已经出严重问题了,听得懂吗? 听得懂? 脑子不好,像忧郁症一样,自说自话,经常随便嘴巴里乱讲话,听得懂吗? 她已经不能读书了,听得懂? 对不对啦? 对。 你们家有一个像大蝙蝠一样的飞的东西,我不知道你们家, 有没有这种标本,或者过去有人打猎不打猎,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她身上,一个像大蝙蝠一样的东西,黑的在她身上。 你问问她看,她经常在电脑上,是不是看一个蝙蝠侠啦,像玩这种游戏的,有没有? 她喜欢看苏母空,看苏母空,看苏母空是好事情啊,你问她看蝙蝠吗? 她跟我讲没有喔,蝙蝠? 蝙蝠,飛的,�蝠看见吗? 蝙蝠 líder,看见吗? 蝙蝠,黑的耶! 她是黑的我,什么像那 City,他讲运气的市场? 什么叫黑的我? 霍的是什么啦? 黑色的 哦 黑色的 看见了不了 蝙蝠还有白的啦 当然黑的哦 我还以为他说 外国人名字呢 小姑娘 我告诉你啊 听台长的话 我告诉你啊 记住啊 你看见没看见 菩萨呀过去 没看见菩萨 没有 好 看见没看见 一个脸很凶的人啊 没有 好 做梦看见过吗 没有啊 好 晚上 突然之间醒过来 有一个人站在你边上 有没有啊 他在瞎讲呢 整天晚上来的 你起来 用卫生间的时候 明白吗 哦 他经常 我问你 他妈就知道了 我问你啊 他经常晚上说 起来小便很怕 啊 他晚上不要起来的 看见了吗 他不怕 为什么把你叫起来啊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他脑子现在人家 对他有严重问题了 而且他有一个灵性藏在你们家的橱柜里面 你们家有一个橱柜经常不开的 是哪个橱柜啊 讲给我听啊 储藏室里有一个关门双个两个门的橱柜有吗 楼上啊 楼上没有人没有人上去的哦 没有人上去的啊 没有 哦呦有没有一个橱啊 有 两个门关起来的啊 上面还古色古香的啊 啊 巧克力色的 你把门开开看看看 哈谁雷厄 跑出来了 现在明白了吗 啊 这样要讲 要讲 像刚才那个人一样 把他请走 啊 这么容易啊 啊 要多少张小房子 49张 49张 是家里的人还是 那个灵性啊 哦 是个家里的人 过世的人 过世的 嗯 一个老伯伯 嗯 所以你们家族里边有个过世的亡人 嗯 脾气很大的 死掉的一个亡人啊 嗯 头发比较少 死的时候 那个脸蛮大的 肿的 嗯 明白了吗 啊 明白 知道是谁就好了 要不要晚上叫他来看看你啊 啊 不要 呵呵 呵呵 嗯 哎呀 你要不听话的话 我 我一般不怎么做的 苏菲他说 好 你叫他来看我 过去有一个人就是的 那个老山东啊 他说你叫他来看我 后来晚上我就叫他 他要求的你去看他 结果第二天 一早打电话 打到东方电台告诉他 哎呦 我相信了 相信了 昨天晚上 他说我家里的谁谁谁 卡住我脖子 你看看看 这就这个就叫鬼压生呀 现在明白了不 啊 明白啊 啊 我女儿他还有他的腰 腰是吧 嗯 左腰 他腰骨歪了 嗯 腰骨是第三节和第四节 啊 嗯 所以他经常不能左面啊 啊 他不能往左面弯下来的 嗯 听得懂吗 啊 而且小便也不好 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小便多 啊 一个晚上很多次了 啊 嗯 眼睛看东西看不远 啊 嗯 对 对对对对 啊 啊 这样要多张小房子 不是讲过了吗 四十九张 四十九张啦 啊 嗯 四十九张啦 啊 再加上八十九张啦 哎呦 再加上一百张啦 再加上一直要念先去啦 念到他身体好了 就好了啦 啊 谢谢 师傅 这个女儿我可以告诉你们 百分之一百有九 小房子一念绝对好 我刚刚就叫菩萨加持她 师傅你好 这种小事情非常小 嗯 嗯 再加上一只要念先去啦